斐里伯书 斐里伯书第一章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和蒂茂德 致书给斐里伯的众位在基督耶稣内的圣徒、监督及执事 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我一想起你们,就感谢我的天主 我每次祈祷,总怀着喜悦为你们众位祈祷 因为你们从最初的一天直到现在 就协助了宣传福音的工作 我深信,在你们内开始这美好工作的那位 必予以完成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这样想念你们众人是理当的 因为我在心内常怀念你们 不论我带锁链或辩护或确证福音时 你们常参与了我受的恩宠 天主为我作证 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情怀爱你们众人 我所祈求的是,愿你们的爱得日渐增长 满卧真知识和各种事件 使你们能辨别卓绝之事 为叫你们直到基督的日子 尝试洁净无瑕的 赖耶稣基督满节义得的果实 为光荣赞美天主 弟兄们,我愿意告诉你们 我的环境对于福音的进展反而更有了益处 以致御营群军和其余众人都明明知道 我带锁链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大多数的弟兄 因见我带锁链就依靠主 更敢讲论天主的道理 一点也不害怕 有些人宣讲基督 固然是出于嫉妒和竞争 有些人却是出于善意 这些出于爱的人 知道我是被立为护卫福音的 那些出于私见宣传基督的人 目的不纯正 想要给我的锁链更增添烦恼 那有什么妨碍呢 无论如何 或是假意 或是诚心 终究是宣传了基督 为此 如今我喜欢 将来我仍然要喜欢 因为我知道 赖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的圣神的辅助 这是必有利于我的得救 按照我所热切期待希望的 我在任何世上 必不会蒙羞 所以现在和从前一样 我反而放心大胆 我或生或死 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送羊 因为在我看来 生活原是基督 死亡乃是利益 但如果生活在肉身内 我还能获得工作的效果 我现在选择哪一样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正加在两者之间 我渴望求解脱 而与基督同在一起 这实在是再好没有了 但存留在肉身内 对你们却十分重要 我确信不疑 我知道我必要存留 且必要为你们众人存留于世 为使你们在信德上 得到进展和喜乐 并使你们因着我 再来到你们中 同我在基督耶稣内 更加欢悦 你们生活度日 只因合乎基督的福音 好叫我或来看望你们 或不在时 听到关于你们的事 而知道你们仍保持 同意的精神 一心一意 为福音的信仰 共同奋斗 一点也不为敌人所吓住 这样证明了 他们必将丧亡 你们必将得救 因为这是出于天主 因为为了基督的缘故 赐给你们的恩赐 不但是为相信他 而且也是为为他受苦 就是要遭受你们 曾在我身上所见的 即如今 由我所听到的 同样的决斗 不过这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